今天上午接近七點 一輛新北市新巴士F106路線 在翼山里下歸樓山 寄民工站牌前 是不甚至撞電線桿 而當時車上有六名乘客 大多數都是六七十歲的阿公阿嬤 大家都下了一大條 畫面中的巴士車頭撞上電線桿 擋風玻璃全都碎裂 今天上午接近七點 一輛新北市政府的F106路線 免費接駁巴士在翼山里下歸樓山 寄民工站牌前方 往淡金路方向 不慎自撞電線桿 而當時車上有六名乘客 大多都是六七十歲以上的阿公阿嬤 大家都嚇了一大跳 你有這條路線卡嗎 放在這面 飯是一切 這樣喔 好好 不然等一下 你這個 等一下你坐坐坐 經我們警方到場了解 是免費的接駁巴士淡水區的免費 接駁巴士沿下歸樓山路 往淡金路方向行駛 五十二歲的黃信公車駕駛 疑似是因為行車面向陽光造成 炫光影響視線沒有注意到路旁的電線桿 所以發生碰撞導致公車的車頭 五十二歲的黃信公車駕駛向警方表示 當時疑似車輛正對著陽光行駛 因為炫光影響續線 未注意路旁的電線桿發生碰撞 導致車頭損毀電線桿斷裂 而車上四女兩男警察挫傷 黃信駕駛九側值為零 車上總共有六名乘客 總共兩男四女有受到輕微的差錯傷 送醫之後並沒有大礙 然後黃信的公車駕駛九側值為零 詳細的車禍原因我們還要再釐清 警方在這邊呼籲各位民眾 如果開車的時候遇到面向陽光的情形 應該善用車上的遮陽板 或是佩戴太陽眼鏡 然後更應該放慢行車速度 小心駕駛 而乘客當中最高齡的有88歲 大多都是要到市區買菜的長輩 還好全部都只有輕微擦傷 不過消防局出動多輛救護車 將長輩們小心翼翼 送往淡水馬街醫院進行包紮治療 警方也呼籲如果是遇到開車逆光的時候 應該善用車上的遮陽板 或者是戴上太陽眼鏡 更應該放慢車速 小心行駛以避免發生危險 記者許多安一 東訊財防報導 馬治喇 庭